横南人不可以这样子了 你们已经有一些名声了 你们知道吗 爱别人的事情 不要别动我 杨成林这是不小心还是说出了心里话 12月9日 他在郑州开办演唱会 在唱歌时大屏幕拍到一对情侣亲吻 现场尖叫 面对这个突发情况 杨成林有点状况外 于是询问现场粉丝 是谁在亲嘴 哪边在亲嘴 粉丝却非常调皮的全部挥舞荧光报 杨成林却突然吐槽 河南人不可以这样 你们一直有一些名声 爱骗人的是 你们不要骗我哦 郑州人你们太坏了 一直骗我 一番对话令人诧异 更是引起了河南网友的愤怒 众所周知 河南人经常遭受到地狱歧视 网上流传着各种河南人偷井盖 爱骗人等等负面评论 可以说许多河南人长期遭受着无端的网络暴力 而杨成林作为一名公众人物 在演唱会上公开发表歧视言论 自然令人震惊和愤慨 事件在网络传播开后 杨成林也立马发文回忆 主动承认错误 为自己冒犯又没有礼貌的玩笑而道歉 他也愿意接受大家的指正与批评 对此大家怎么看